不过有人说天气冷的时候就要吃冰才过瘾 今年三月全家便利商店开卖双麒麟 到现在已经卖出超过五百万只了 业者在冬天还要再推出新的巧克力口味 人气居高不下 而看好双麒麟的市场 竞争的对手统一超商 就选择跟北海道的牛乳业者合作 原料日本进口 同样的口味价格是日本的三分之一 明天开始要在全台试买 从北海道引进石胜牛乳当原料 统一超商不点双麒麟市场 主打进口原料 但价格只要日本的三分之一 整个配方都百分之百原汁原味 来自于日本北海道 那当然以这样的一个售价 在日本来讲 他们本店卖大概 约台币大概要一百多块 不过这是双方希望切入台湾市场的一个做法 石胜牛乳郁金香饼皮通通空运来台 同样的商品日本琴孔塔也有卖 熟度踏出日本海外 在年底前台湾只有十家门市买不到 很香啊 很浓 它比较浓郁 它吃起来比较浓郁 有香味 很浓 浓浓奶香冬天里也讨人喜欢 而三月份就开卖双麒麟的全家便利店 到现在已经卖出超过五百万只 随着持续进入秋冬 还要推出新的巧克力口味 强调食材在地化用的是本地乳园 还会针对台湾民众的口味做调整 目前已经有100多个销售点 这场冬季的双麒麟大战正式开打